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声声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 好开心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朱嘉文教授来到节目里 朱老师你好 嘉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朱老师在去年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读了红楼梦 我忽然发现原来红楼梦里头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跟昆曲相关的 戏台上下的一些目前幕后的 然后里头还有好吃的 还有好看的戏 他们的生活形态等等 人名习俗等等 其实都很细腻也很好玩 好那今年呢我们又把朱嘉文老师请来 但是我们这次我们要带着大家来读读原杂剧 是啊是啊 原杂剧呢 这个这个题材啊 或者或者说题材啊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是其实又很陌生 其实是很陌生 只知道这三个字 原杂剧 那有名的这个剧本 譬如说斗鹅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我是在去年前年吧 应该算前年了 五月份的时候 因为斗鹅渊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戏剧 应该是华人世界 大家都耳熟能详 六月雪 六月雪 到了那个怀俄明州 美国怀俄明州 我是前年到了那个地方去 时间点大概是五月底 好像快六月了 那一下车就觉得好冷 天气好冷 我们已经快要过端午节了 它那边是美国的中间靠北 那没有想到会这么冷 因为都立下了 所以呢就急着要去买衣服 所以衣服带着不够 对就穿着薄薄的 那就到超市去买衣服 那美国他就整排的那个玻璃柜 里面都是墙枝 跟运动器材摆在一起 但是你没有看到什么 厚外套或什么 他们大概不会觉得冷吧 那没办法 就只好 就是拿出最后的衣服 就是一件薄薄的夹克 天哪 就到怀俄明州立大学 那是我们的 应该算是姐妹校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东华大学姐妹校 那现在就希望能够再破冰 再开始 大家互相再交流 就去拜访他们 他们也很热情 要带我们参观校园 这个学校战地也很广大 非常辽阔 那这个北风 呼呼的吹来 对好紧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是顶着风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 突然觉得怪怪的 天上就开始飘下一片一片的 飘雪了 对 然后我们手去接 就不敢相信 前面那个同事就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说 我知道 下雪了 六月雪 六月雪 他们说天哪 有冤情 有冤情 没错 那然后呢 这几个美国人呢 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就说 真的是有冤情啊 不然的话怎么会 快要六月的时候再下雪 是 所以豆娥冤这出戏 一定是大家很耳熟能详 变成一个符号学了 对 谈到这个就会想起 豆娥那个勇于抗争 对 感天动地 对对对 不屈不挠 至死不渝啊 的那个感天动地呢 就感动了很多人的人心 它其实应该也是 我们中学的课文啊 的选材 有可能 我都忘记了 应该有 所以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 是 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什么样的作家 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重点 但是问题呢 就是 原杂剧啊 是一个 已经 说起来可能已经失传了 的一个剧种 我自己呢 看这个原杂剧的 的这三个字 刚刚嘉瑜说 认识这三个字 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三个字 考试都要考 原是什么 杂剧 原是杂剧嘛 对 那我自己看这个三个字的重点 在中间那个杂 因为它的变化很多 比如说我们喜欢说那个 马戏团那种的 杂耍 对对 杂耍 跳火圈啊 吞火爬啊 对 曾经还有一个大娘呢 它是牙齿呢 咬的一个 就是一个铁片 它的铁片支撑起一棵 特质的大树 树上挂着18个小孩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牙口这样子 对 什么杂 这么杂耍都有 原杂剧里面还有说 你们注意了 你们注意了 这个 我要把这个 它就是很 很洒狗血就是 它抱着一个婴儿 它说要杀了这个婴儿 大家就很喜欢看 眼睛睁得好大的看 然后就 咔嚓一声 然后血就喷出来了 其实是 番茄汁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它就做得非常的像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 杂耍或表演啊 都融合在这个 多元的戏曲文化的表现上头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 杂耍杂技 在这个戏里头 在剧里头 在民间的这个扮演上啊 或者是在 就是大家喜欢看的 一些离俗的表演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会像昆曲那么雅 它不会打过去 说我要杀这个婴儿了 我要咬一棵大树啊 我要翻滚啊 我要做这个魔术啊 等等 是 所以 但是它又是昆曲的源头 因为曲牌体 对 对 所以它又是昆曲的源头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反的现象 所以我们往后就好好来谈谈这个话题 进入到原杂剧的世界 杂呢 其实就是多元的意思 对 对 这是多元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负面的词意 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因为呢 中国很大 对 中国很大 那所以呢 有很多南来北往啊 大江南北啊 有很多的文化 各式各样 对 各式各样会杂揉在一起 如果我们再看看日本 好 那它就是一个岛屿的文化 或岛屿的国家 那它单一民族 或者是说民族性的那个 跟大陆的环境就不太一样 所以 它会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脆 纯粹的脆 哦 不断的精炼 不断的精炼 对对对对 好 那可能会走向比较极端 那但是呢 中华文化呢 它就会比较 真的就叫多元 所以关键词就是杂 我常常都觉得 这些词要提炼出来 让我们去更加理解 这个文化的核心 或者是说重点在哪里 是 所以杂一定是这个文化的核心 跟重点 就是各式各样的 北方人是大谷啊 南方人啊 三弦啊 对对 所以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又有一些相同的 或有一些互相影响的 这个部分 是是 那我们刚刚说 谁写下了感天动地 这样的故事啊 官汉清 官汉清啊 但是我们也只知道这三个字 对对对 这三个字背后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很陌生 很陌生啊 这个有一个可能性啊 很高的可能性 就是说 中国自古以来呢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传统的文人啊 他不太重视戏曲小说 认为是 所谓的俗文学嘛 对对对 不入流的 有有那个 就是 也是上广播电台 然后呢 主持人访问说 好最后几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 请朱老师说一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就说 我是一个最俗的人 不敢相信 你们中文系的人都很仙气 怎么会很俗呢 对 我说因为中文系里面 还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 戏曲小说是俗文学 所以我就是一个最俗的人 那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个观念上啊 就是对于戏曲小说不太重视 所以他就不会去把 关汉清这个人 甚至于曹雪芹哦 都不太 就是在我们要去认真的去研究红学之前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根本就 或者说根本不知道 这个著作是谁写的 对 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关汉清的背后是一团这个烟雾笼罩 这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应该要等到这个西方西学东见 西风东见 现在我们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几乎都是小说得奖吧 对 所以这个俗文学就抬头了 所以就是跟西方的情况的有些差别 那么关汉清这个人呢 一般的说法呢 说他是大都人 就在北京 那也有人说籍贯不一样 不一定就是住在北京 或者是籍贯是北京 但是他的活动场域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对 因为就是排戏啊演戏啊看戏啊 那他这是他的兴趣 那再来呢 就是说他医生世家 那我觉得有可能 当然虽然那个在元代的时候 或者是古代 医生没有像我们今天 地位非常的崇高 我们非常的崇拜 很尊敬医生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全家都是医生 或者是一个医护出身的话 或者是太医院里面的这个太医的话 其实相对环境要好很多 有一技之长 对有一技之长 他的他的就是条件啊 生活忧郁啊优渥啊 所以他才能够去玩那个剧场 对对 他才能够去悠游自在的去 去在剧场里面去做 他是三位一体的 他又编剧 他又导演 他又演员 对 全能 全能他什么都会 所以大家在剧场悠游自得 那据说呢 跟这个当家花旦啊 女主角啊 关系也都非常的密切 他自己很喜欢 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我们再放大一个视角来看 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或文人 其实都有一些使命感 难道他没有吗 他就演演戏 每天倒倒戏 然后嘻嘻哈哈的 不过元代那个时候 好像之前也没有科举啊 说的对 就是因为废除科举 对 还有就是就算有科举啊 可能汉人啊 他就会汉青啊 可能不会受到重用 是 整个元代用这个汉人的比例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就色目人啊 都都这个比例都会比较高 所以大概就是也是没有这个愿景 没有未来 没有希望啊 所以元代有很多的文人 其实都是很重要 很特殊 也很有趣的 那么也有人讨论说 他是金末元初 所以他是金国的移民吗 移老移少吗 这也是有个 有一点可能 那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呢 就是他在他的生活场域 跟他的生活环境里面 他自己怎么样去自我调试 变成一个他喜欢的生活样态 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点呢 就是说别人都没有写他 那他自己写了一篇 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写他字 对 自己写了一篇 这个就胜过千百篇了 对 所以这两个重点呢 一个就是说 自古以来艺术啊 这件事情 他没有一个公定的标准 没有人说 这个人艺术就比那个人艺术好 文学作品也好 艺术的演唱也好 诗词啊 绘画都是如此 就风格不一样嘛 每个人的表现不同 没有第一名第二名的 这样的分别 可是在元代的戏曲的文坛上 提到这个四大家 那第一名就是关汉清 哦 对 对对 他一定会拿着一个冠军的奖杯 站在最高的舞台上 其他几个人就屈居于他底下 本来就都说没有第一名了 但是呢 在元代的戏曲的文坛上 他就是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是别人疯的 还是怎么样厚人厚脸的吗 不觉如履 不断 从路鬼步啊 都一直到王国伟的这个戏曲考 都说他是第一 哦 所以他一定赶天动地 他一定写的 写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赶配 是 对 所以 那么第二呢 就是他自己写了他自己 写了他自己 我想文人呢 很可能会标榜自己 很可能会喜欢写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人 譬如说 嘉瑜觉得自己 如果要用简单几句话来说自己的话 会 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 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或者是具体的事迹 或者来说明自己 就好像我们要地理力表的时候 你也要稍微写一下自己 文人的话 他又怕那种很自视的表情 所以呢 我去年编了一本书 然后那个书呢 其实就是呢 找了几位素人的作家吧 就是作者 写他们自己的家族故事 出了一本家族故事集 那大部分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那我想说书快要出版了 那像每一篇的前面 应该有一个作者的简介 那我就做了一个示范 我就说 你千万不要写朱家文 然后什么哪里的学校博士 哪里现在现任什么 这些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情 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是身外的 名声都是身外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示范说 就在我的名字下面说 我最热爱的是阅读与写作 我常常都自慰 就是自己说 由此二者相伴 人生永远不寂寞 就这样三两句话 好 然后就丢下去做一个示范 就各位老师 就按照这个方式写 大家很愿意 每一个人都 还修改了三四版 就是很愿意自我介绍 这个很乐意 就写的都比我还长 对 所以看起来呢 文人很喜欢去自我介绍 其实那种 有的时候在自我贬低 自我嘲讽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种自我标榜 反过来自我标榜 在就是我们 明代这个晚明小品里面 那个张代 对 他常常呢 就是我们常常举他的例子 他说少年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爱繁华 爱金色 就是爱这个连同 爱美币 爱仙衣 漂亮的衣服 爱美食 爱骏马 好华灯 好烟火 好梨园 梨园子弟 好鼓吹 好古董 好花鸟 然后他什么都会 就是查饮局虐 疏度施磨 就是他会查以查到 那他是一个热爱书法 或者是书本 他喜欢就是写诗 写到都封魔了 那这个我们就觉得说 哇 他前面好巨马 好美食 好华灯 好烟火 非常繁华的那样热闹的生活 是 对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说 如今啊 劳碌半生 皆成梦幻 八个字就解决了 劳碌半生 忙什么啊 忙了一大圈 结成梦幻 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明代就亡国了 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 现在呢 就是隐居在山里面 所剩下的就是破床 一个断脚的茶几 打折了的一个 就是可以熏香的顶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病情 我不知道病情的这个情病到什么程度了 对 谈不出声音 能谈吗 然后残书 就是书本都已经不全了破破烂烂 那缺艳 艳台 缺了一个角的 对 这样子还可以写字 就是了 然后呢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常常断吹 这就跟前面的那个 很大的对比 对 号美币 号联同的都有了 形成很大的对比 我每次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那个就是觉得 很心有戚戚烟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说回首二十年前 真如隔世 对 所以文人呢 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自我标榜 自我去解潮 他说前面你看我多繁华 什么都会 什么都做 什么都爱玩 可是呢 人到中年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反过来倒好 前面吃过苦 然后后面就想后福 对 那前面呢 是就是这么样的这个辉煌 那到了这个五十岁以后 开始过非常潦倒的生活 觉得好像一切都成梦幻 很突然 其实古代的文人呢 常常用这种方式 这种对反或对比的方式 或者是说 关汉青的那种夸试法的方式 来书写自己的生命史 对 关汉青一开头就说了 我是个普天下的狼军领袖 盖世界浪子班头 我是一个普天下狼军 就是说那个 就是古代的那个红灯区 有很多的这些名记 满楼红袖招 招这些狼军 来他们这个地方消费 我就是那狼军的领袖 是领袖 对 我不是普通的消费族群 不是消费者 我是VIP 对 我是个VIP的那个族群 不是一般的这个Label 盖世界 就是大概在这个广大的 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是浪子 我们都知道浪子 对 浪荡不羁 对对 这样一个放荡的一个放浪行骸的人 我是这个浪子的班头 我是这个领班的 他说愿朱颜不改 长依旧 我希望那个美人 美女 常常就是保持这个光鲜亮丽 美丽如席 好 那这个让我在花中消遣 酒内忘忧 那我在花丛中呢 就是消遣日子 在饮酒的过程 就是每天呢 这个谦卑不醉啊 是 忘记我的忧愁 然后呢 我就可以呢 就是 就打马球啊 就可以 也可以这个赌博啊 然后可以玩牌啊 对 过这样的日子 那我呢 是通五音六律呢 都很滑手 不知道他音乐的天分很高 很高 五音六律很滑手啊 慎贤愁到我心头 有什么愁呢 就每到秋来 惆悵还依旧 我没什么愁 没有什么愁到我心头 有什么好烦 无忧无虑哦 因为我扮的是银针 就是弹鼓针啊 这个银针女 我陪伴的是美丽的银针女 然后这个 她呢 在这个 这个针前面啊 或者是在那个 梳妆台前面 对我微微笑 我扮的是呢 就是天上的仙女呢 跟我手牵着手呢 并肩呢 就是弹琴说爱 我扮的是呢 就是头上插的那个 凤凰金钗的 高贵的那个淑女啊 对啊 跟我呢 对坐呢 喝酒 就是范金欧啊 就是那个 很漂亮的酒杯里面呢 常常都填满了酒 你到我老了 因为她这个曲子 叫做不服老 我就不服老 你说我老了 我还是站在这个 我还是在风月场中 排名前头的 对啊 那然后呢 我喜欢呢 到处去游玩 那她现在写这个一枝花啊 这个一个套曲啊 她就有分好几个小曲子呢 去共同组成完成她 这个 就说明她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所以这个套曲的出现啊 或者是 或者是说猪公调啊 这样的一个 排列组合的方式 其实已经慢慢的 要靠近后面的 昆曲的形式了 对 所以她在前面 这个一枝花的 刚刚我们念的 念到那个地方啊 梁州 然后呢 接下来隔尾 最后呢 尾的地方 我们来念一下 最后那个尾的部分 尾声的尾 说我是个蒸不烂 煮不熟 垂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的一粒 铜豌豆 就是这个豌豆啊 是铜的 是 是蒸不烂 煮不熟 垂不扁 炒不爆 响当当的 当的这样子 锅子里 叮叮叮叮 有趣的是呢 铜豌豆呢 就是 就是当时元朝的人呢 称这个 榴莲在风月场中的 算嫖客吧 的一个 铜豌豆就是 就是 就是说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些人叫铜豌豆 对 这些人叫铜豌豆 就是 就是 他怎么会 就是 跟其他的文人不一样 对 你想想看 苏东坡 李白 再怎么样 也不会说自己 是个铜豌豆 对 再怎么样 我是个嫖客 对对对 是 我扮的是这个 银针女 我扮的是这个 就是 头上插的金钗 我希望他们 朱颜长不改 可以跟我呢 扮着这个酒 这个风月情怀 是 对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他自我 介绍 嗯 说他不服老 你说我已经老了 我还在那个 风月场中 我可以排前几名了 那所以 这样子呢 就是描述他自己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 生活方式 或者是说他自己选择的 他说 我玩的是梁元月 饮的是东京酒 赏的是洛阳花 攀的是张台柳 你看 那个就是都套用了这些 就是古典诗词啊 或者是戏曲啊 是 就是 饮的是好的酒 赏的是洛阳的花 饮的是东京便凉的酒 赏的是洛阳的花 那张台柳是诗词里面的 这个爱情故事 对 我也会 下围棋 我也会触局 就踢足球 踢足球 我会打围 我也会插科 插科打混嘛 我也会歌舞 我会吹弹 他什么都会 对 他可以唱歌跳舞 他可以 就是教导演员如何去演戏 还可以作曲 作词 对 作词作曲 那我会吹弹 我会吟诗 我会下双路 就是一种棋 那种下棋 一种博弈的一种棋 我什么都会 其实刚刚我们念那个明代的张代的自为木志明 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也是年轻的时候什么都玩 什么都会 这一类的文人真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开了眼界了 对 也有一种文人呢 他就是专门供这个四十五金 是 生活严谨 对对 进京赶考 对 那所以呢 不是这个 就是考试范围之内的 他一概不知道 对 对 到清末的时候 或者不碰的 对对 那清末如林外史里面也提到这些 这些人 他们连苏东坡是谁都不知道 对 因为他们就是用四书当作教材 准备拔古文 是 那也有这个玩张台柳的 对 赏这个 饮东京酒的 对 赏乐啊 吹弹拉唱啊 什么都会 而且他刻意让人家知道 他就是过这种放浪行海的生活 对 对 所以我们要重新念了他的一枝花 这个套曲之后 重新对观汉清这个人呢 有一个新的认识 也许我们应该要这样说 就是他用的是一种夸视法 这种夸张的手法 去表现他自己 怎么说呢 他说 你便是唠了我的牙 歪了我的嘴 瘸了我的腿 折了我的手 你就是把我手打断 手脚都打断 说不准再到烟花流向去了 天赐于我这几般 逮政后 老天赐给我的这个 这个拍镜头啊 就逮政后啊 逮政后 就是一个老毛病啊 改不了的老毛病啊 上物字不肯修 对 就是老天爷给我这个毛病啊 是停不下来的 我还是要过这种生活 对 则除世呢 阎王亲自换 神鬼自来勾 阎罗王呢 来召唤 来召唤了 那那个牛头麻面呢 来把我套上带走 除非是阎王亲自换 他换 就是召唤 那鬼神呢 自来勾 就是有点小鬼来勾 那三魂归地府 七魄丧明忧 天啊 那期间啊 才不向烟花路上走 就是 除非要了我的命 不然的话呢 我就在烟花流向 度过我的 安逸的一生 左边一个美女 右边一个美女 前面还 一个谈争的 也是个美女 她过这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 我在她的这个文本里面啊 感觉到有一股 悲愤的力量 哦 对 有一点这个 嬉笑怒骂 是一定有的 可是一个一代文人 为什么要这样嬉笑怒骂 是 对 她究竟是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感受到了什么 是 她才会 有一点堕落 有点愤士疾俗 放浪行骸 然后把自己写成 这样子不堪 不堪打个引号 也许 也许是很快乐 对 那她会走上这样的一个 自我形象的塑造 会不会这个社会 出了什么问题 是 或者是家族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 后续再来观察 或者再考察一番 是 好 这样子的一个观看 他为什么要 在所有的人面前 这样子来 展现他自己 对 完全不同于 我们对于读书人的 这种刻板的印象 或者该有的面貌 那我想 我们在这边 稍稍休息一下 待会在节目下半段 我们再继续 请朱家文老师 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欢迎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东华大学朱家文老师 来跟我们聊聊 原杂句 刚才老师带着我们 看到了 我们以前可能只知道 这三个字 关汉青 但是对他的这个形象 不太了解 哇 关汉青真的是跟我们 所认识的 所谓的读书人 很不一样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 表达他自己是 这么一个放浪心海的人 我想应该是 元代这个社会特殊 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可能他的晋升 或者是他的科举之路 已经断了 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 未来的人生 出现了一些茫然 或者是困惑 一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他发现 他自己的音乐的天分 还有就是 其实历朝历代 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天才 譬如说刘勇 奉旨填词的刘三变 这个人也是这样子的形象 那皇帝就说 这么厉害 那民间都唱你的歌 那你就去填词就好了 干嘛来科举呢 所以他就奉旨填词了 奉旨填词 所以自己的 自己的本质或本性 有这个倾向 然后再加上 社会上的这个条件不允许 所以他就往这个戏曲的方向 去发展 那么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历朝历代 很多的戏曲的专章 提到他的时候 都说是原人第一 是 那他能够做原人第一 第一个应该是天分也够 第二个就是他观察很敏锐 那他希望能够透过 他的一支笔 既是写这个社会的云云众生 也反映出自己的心声 是 那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他的两部作品 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斗鹅院 斗鹅院 另外我们会在 之后再谈他的旧风尘 赵潘儿的故事 对 赵潘儿的故事 这个刚好就是一个悲剧 一个喜剧 这样看起来的话 他是一个既能够写悲剧 又能够写喜剧的人 然后一个良家妇女 一个是青楼女子 对对对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或者是对照性 然后也就是反映出来 这个女性生活史 也许就是不要说是只有局限在元代 应该是整个就是古代的 这样一个女性的 她的命运 或者是她受到整个社会的压迫 的一个具体的例证 她把它写出来 因为斗鹅院这个故事 它是源自于汉代 东海校父 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故事 后来历朝历代都有改写 只不过在 这个关汉清的手上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最有名的文本 就好像西游记 那唐僧呢是当初是一个人呢 就是偷渡出国门 去到了国外去 住了十几年了 然后搬了一些佛经回来 开始大家就重视他了 大家重视他之后就 皇室就盖了什么 白马斯慈恩斯 让他 就是派了弟子 让他翻译佛经 那他是当初头头摸摸一个人 这个偷渡出去 回来的时候风风光光 之后就有人不断的 就是透过他的口述历史 就改编改写 所以西游故事是原杂剧也有 宋人的传奇画本也有 一直到明代才写了 吴承恩才写了一个最有名的本子 所以关汉清的《窦娥渊》 其实是最有名的一个本子 前面这样的女性 这个千年这个陈渊 没有六月学的 这样一个就是帮他控诉 历来是不觉如履 所以六月学是一直到关汉清 才让他下了六月学 六月学应该在早之前的文本 慢慢就开始发展出来 就好像那西游记的孙悟空 刚开始应该是个人 是他的仆人 奴仆跟他走 就长得像猴子不好看 对 是个西域的小伙子 是 后来慢慢就变成一只猴子的形象 所以慢慢的这些元素 都会一点点的堆叠会加进去 然后开始有变化 所以我们就说 无论是吴承恩也好 或者是关汉清也好 他是极大成的一个人 他就把那故事收拢了以后 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 或者是很感人的一些名剧 或者是说段落写的文词特别的好 表现力道也特别强 那么本来东海校妇就是古代女子的名字 都不是会流传下来 作为一个记录 就是一个孝顺的妇女 东海校妇 孝顺的妇女 对 孝顺的妇女 一个孝顺的女孩 她应该就是提倡这个孝道为主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窦儿的前身是这样子的话 她对于她的婆婆的孝顺的那份心 要一直贯穿到最后她的死亡为止 这是中国人最讲究的那个价值 核心的价值 很多的朝代都说以孝治天下 或者再加一个字说以人孝治天下 孝这个字不能够随便的把它抹灭掉 可能西方人比较不一定有这个词汇或这个概念 对 好像不太用这样子的一个词 不太用这样的词汇概念去形容我们对于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长辈 甚至至少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是像窦儿的话 她是她的婆婆 孝顺这个概念会一直贯穿 在中国的戏曲小说里面 这也都是无所不在的 如影随形 一直到今天 我问我的学妹 当初怎么看上老公的这么帅 她说没有她就是对我爸妈很好 这一点就会收拢人心 所以应该就是孝这个字是当前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是因为这个窦儿小的时候叫窦端云 她因为没有母亲 那父亲很奇特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要科举考试 那因为手头很紧 那剩下一个值钱的东西就是四岁的女儿 就把她卖给了蔡家做童养席 然后卖去然后拿了盘缠去科举考试 去科举考试 所以这个就是公民还是 重于亲情 对于这个读书人来说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概念 我想有很多事情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解释 或对于西方人或外国人在看戏的时候去解释 很多概念像刚刚说的笑 还有这个窦天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还有童养席这个概念 是 童养席就是你先买一个小女孩进来 那儿子还没有 儿子还在喂奶 应该是吧 因为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四岁 那他那儿子 因为童养席都比较大 对对对 对所以应该那个他那个 蔡婆婆的儿子还在墙堡中 那所以要到他大概十几岁 恐怕要十六七岁十七八岁 然后他们就正式结婚 可是没有多久呢 这个男孩子就过世了 那他们家一家就剩下公公也不在了 就剩下婆婆呢跟媳妇两个人相依为命 过着是很穷苦的生活 很穷苦 那这个也很可怜 有一天都没有钱了 真的真的就枕头下面 那个珠宝首饰盒里面 衣柜打开 床垫翻起来都没有钱 突然就想到就是 那个赛卢依跟他借过十两 他想要去跟他讨债 那因为那个附到人家出门去讨债 其实就是很违反的那个社会风俗 对就是很引人侧目 可是真的是没办法的情况下 所以蔡婆婆呢就去找赛卢依跟她说 你借过你跟我借过钱了 结果这个医生呢就是想要耍赖 不想要还钱给他 拿一根绳子 想要从背后套住他的脖子 要勒死他 就是很残忍 对所以在这个最紧急的时刻 他已经快要一口气上不来 快要死掉的时候呢 张驴儿他们父子两个出现了 说你干嘛你干嘛就把他解开来了 因为救了这个蔡婆婆之后 蔡婆婆就把他们带回家 恩人嘛救命恩人 带回家之后呢 这个张驴儿就发现呢 豆娥呢长得很漂亮 就想要霸占 就说像我爸爸娶蔡婆婆 我娶这个豆娥 豆娥本来叫豆端云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 当然人家同养兮 不用这么美的名字了 就改掉了 豆娥 那他原本呢就是 很对婆婆很好 因为他也没有家人 他爸爸都把他卖掉了 对啊 对所以他就希望能够 过平凡的生活 过安稳的日子 穷没有关系 就是粗茶淡饭 只要能够侍奉婆婆 就这样过一生吧 那这个就反映出来 就是关汉青 他也许 也许他这么认为 就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妇女 其实都是单纯的愿望 就只有如此而已 就是平平安安过一生 对 也许这个家里面 已经没有了顶梁的支柱了 什么东西都要靠我们 自己手工去挣来 那也没有关系 只要过平凡的生活 稳定就好 或者是说 再怎么样的贫苦 再怎么样的痛苦 都能够撑得过去 但是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 不给我们这份安稳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 就是像东海校妇 这样的一个女子 从汉代已降 一直到原明清 都会出现的一些 原案或冤情 对于一些妇女的指责 或者是污蔑 或者是对她们的误解 一直都有 尤其是在这个 真结或真操这方面 尤其是在那个 就是他们有可能 下毒啊 什么犀利的手段 去迫害别人的 这些事情上面 去对她们做 很大的怀疑 尤其是寡妇 这个问题 就是寡妇门前 是非多 两代的寡妇 蔡婆婆 跟豆鹅 的门前呢 就是有很多呢 复杂的事情呢 一直不断的 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生活 我想 关汉青呢 她希望能够表现 或者想要能够表达的 或者是希望能够 控诉的是这一点 因为豆鹅呢 确实是一个 意志很坚强的女性 她也可以 她的形象 可以代表千千万万的 也许就说 中国女孩吧 或传统的妇女吧 传统妇女 因为有一些学者 她会去研究 这个豆鹅的时候 就说 那她想要过 平凡的生活 她那么孝顺 她的婆婆 侍奉婆婆侍奉的 那么好 所以她具有那种 传统的封建的思想 那可是呢 她最后六月雪的时候 在发誓的时候 那个抗争 又是很犀利的 所以就说 她很矛盾 其实她不矛盾 她就是很典型的 传统妇女 典型的传统妇女 就像她这样子 我觉得 关汉青会变成是 元代第一人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她概括了 凝练出了一个 就是传统妇女的形象 她平常非常温顺 然后她也 很尊重那种阶级 伦理 伦理 这个道德 这个部分 她都非常的谨守 尤其是孝道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 逾越 雷池半步的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她 面对这个张吕儿的时候 她无论如何不答应 本来她很孝顺 她的婆婆 是 侍奉她的婆婆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那婆婆都答应了 奇怪这个婆婆怎么会 婆婆比较想嫁吗 婆婆有点想嫁 然后就是 就是问一下那个 媳妇的意愿 如果媳妇也愿意的话 我们两个就一起嫁了 一起嫁 那所以这个婆婆 比较是跟豆娥 形成了一个对照组 婆婆要嫁 就要反映出 豆娥的坚强意志 就是坚决不肯 那她平常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就有人说她矛盾 但是其实她不矛盾 这个温顺的是她的个性 但是坚持的 坚决的是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她的贞洁 她经守的一个规范跟价值 对 那所以后来才有一个改写本子 说其实她老公没有死 后来又回来娶她 你有这样子的改写本 这是后话了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 就是应该还是要回到 关汉清的文本去分析才好 那所以呢 丈夫已经过世 她就要安分守寡 这也是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所谓的美德 所谓的美德 所谓的一个习俗吧 那所以她非常的坚持 那这个张驴儿就觉得 唯一的办法 就是呢 把她这个蔡婆婆 蔡婆婆在从中的这个 就是在斡旋啊 或交谈或接洽的时候呢 太碍事了 只要她婆婆一不在 这个小娘子呢 就归我了 她无依无靠 就只好归我 对对对 就没有谋生能力啊 或者是说 没有人可以商量啊 或怎么样 所以她就 就是设计陷害 要毒死蔡婆 结果没想到呢 她爸爸吃了那个食物 把她爸爸毒死了 这也是常有的桥段 在很多的戏曲舞台上 对 毒错人了 对 毒错人的 很多 那所以呢 她爸爸死了以后 她就灵机一动 就改变了这个策略跟方向 她就去控告这个斗儿 就到这个大堂之上 去控告说 是她这个 毒死我爸爸 那这个当然是 子虚无有的事情 但是她又牵涉到 我们常常看到的 这个传统的剧本 或者是演绎的方式 就是在公堂之上呢 会有这个驱打成招 驱打成招 这四个字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是 对 就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 酷刑 对 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刑罚 然后就同意了 但是其实呢 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桃物太守 她实在太可恶了 对 她拿蔡婆婆呢 做要挟 就是打你婆婆 不只打你 还打你 因为打我的话呢 我可以忍 我怎么样都可以忍 对 她说要打婆婆的时候 或者是说要 对婆婆施以酷刑的时候 然后她就没办法忍了 是 她就承认说 是她 是她 她杀了人 所以 这还是笑 我们也许会觉得说 不忍心吧 不忍心看到婆婆年纪大了 还受到这样的酷刑 有什么酷刑我来承担 那但是呢 对于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就是一贯的 这样的一个孝道精神而已 是 她是始终到最后的 没错 对对对 所以我想关汉青抓住了几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传统的妇女的那种 坚持的一个德行 另外呢 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巨大的压迫 比如张吕儿这种人 就是以强霸士的 就是看到那边平头整脸的 漂亮的小娘子 不管人家守寡怎么样 就要坏人家的名节 是 这种社会上很恶霸的这种 风气也很不好 然后再来一层就是 官府里面 她也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她想说 你们寡妇门亭里面 一定是非多 对 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张吕儿父子 在你们家里面走来走去 你们就是 你们婆媳两个都有问题 我们会带有这种有色的眼光 去看待 这个社会上的某一些角落里面的 不同的族群 或者是说 本身就带有某一些偏见 所以她才会往死里面打 然后要她 就是 想办法要她承认 对 就是承认她的罪行 所以 观汉亲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去挖掘或爬书 或者是 看透了整个社会的 一个概况 那街头巷围都有恶霸 菜市场啊 停车场啊 或哪里 到处公园啊 恶霸 那会霸凌人家 那到了 就是公堂之上 到了法院 暗邻控告 为什么 豆儿 因为张吕儿跟她说 你要跟了我 我爸爸的死 我们就不去管她了 就一笔勾销 对 她威胁她嘛 那为什么豆儿会 就是勇敢的站出来 就是说 我没有杀人 我们对不公堂 就是因为她相信法院 她相信法律 结果后来发现 不可靠 完全不可信 所以这些都是一再的推翻 对 她透过张吕儿这样子 连爸爸的死 都可以拿来当儿戏 就是只是为了 要得到这个豆儿 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真的很喜欢豆儿 就是不到手不甘休 连自己爸爸毒死了 她都可以先放在一边 你知道先跟了我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 都好说 对 就不声张 豆儿相信法律 相信法院 是公平的公正的 就没想到 这么的 这么的差 这么的惨烈 不仅她遭到酷刑 她的婆婆也即将遭到酷刑 那所以 在延续她一贯的 这个孝道的精神 她就招了 所以在她这个 招任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败向 对 大环境的一个 不公义 对 不公义的 某种程度上的压 压迫 对 这个我想都是 关汉清 想要透过这个戏 呈现出来的 一些社会面貌 还有人心 人性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部剧本 会得到这么多 老百姓的喜爱 对 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无论你是从 这个女性的角度去看 或从社会观点角度看 从法律的角度看 对 从这个习俗的角度看 其实都看到了一些 她很鞭辟入理的 这个写作 是 好 所以我想 透过这样子的 一部剧本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在她背后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社会的现况 当时时代 可能的一些问题 对 以至于这个剧本 能够引起这么多的共鸣 对 也是关汉清 为什么会成为 园曲第一大家 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今天我想我们的 豆儿渊 就先介绍到 这边 在下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邀请朱家文老师 来带着我们 再来看关汉清 另外一部 也非常知名的作品 旧风尘 对 好 那今天不只是昆曲 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 再跟朱家文老师 一起跟您聊聊 原杂句 谢谢朱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下星期见 拜拜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